同样是在马来西亚 接着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吉隆坡 在吉隆坡呢 有一处高价住宅区 是位在甲洞的狄沙城市园 那么有一位实业家就提供了 1万平方英尺的土地作为环保站 这当中还包含了一个爱心农场 在今年8月份开始呢 这个农场种植了很多有机蔬菜 参与的志工都感受深刻 而日前这个狄沙城市园环保站 也正式启用了 由实业家提供占地1万平方英尺的 狄沙城市园环保站 位在甲洞高价住宅区 环保站内这一片爱心农场 绿意盎然 种满各种有机蔬菜 结实累累 令人垂涎欲滴 钱买不到的 自己种看到它生出来那个苦瓜 是不是 我们看到很开心 平日默默付出的志工 上台分享四个多月的点点滴滴 大家除了出钱出力 也在过程中学习到不少环保知识 8月1号开始 你已经开始 教会我们做环保 一起来爱哭地球 团队们 今天我们做到了 慈济雪龙分会执行长简慈璐 也在现场和捐土地的拿督杨胜志 一起植树 人人手拿宝特瓶 接力把水缓缓流入菩提树 代表爱心花清流 清流绕全球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 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我是从家里开始 在日本13年 我也是参加那个池机 后来我就转去澳洲了 然后在朋友的引导下 我也还是去做池 去做环保 富有爱心农场的环保站成立 让许多志工享受付出的喜悦 有机植物的栽种 希望鼓励更多人如素 耕耘出一颗颗爱护地球的心 大爱新闻之上美志工 谢英凤 黄聚成 刘美贤 马来西亚报道